族长红妆子,先还想压住阵,咚着脸说,悄悄儿,安静的意思,悄悄儿,笑顺礼,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岛的人,又看看,仍然蒙在鼓里的我,终于也憋不住,对我说了一声,好啊,我,哥尼尼,和众人一起笑岛尘埃,我终于恍然大悟,在我的人生经验里,从来没有碰上过,如此尴尬的事情,我面红耳赤, 张口结舌,真希望黄土山,历时三克裂个凤子,好让我钻进去,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,挑着担子,一摇一晃的,出现在小路上,红妆子率领受苦人中,几个仁慈典儿的笨像午饭,这才给我解了尾,从此刻骨铭心,对鸡牛猪狗的类似形式,均能举一反三,心明眼亮,一夜,返躁莫名辗转难眠,夜空晴朗, 月到中旬,后半夜,窗子依旧白花花药人眼,披衣起坐,无所适从,忽而有所闻,心有所动, 屏息静听时,脑盼撒撒作响,似风过竹林而轻奇诡诀,如雨撒河堂更生动神妙, 渐渐游远而近,徘徊反复,现寻寻秘密,后预发密集,不多时静觉六合冲衣,静在咫尺,然环顾左右, 出身边躲躲,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,唯一窗明月流泻如水, 忐忑难耐,年破窗指,名神向外张望时,不觉目瞪口呆,心惊摇荡, 对面山上一群狗,足足有五十条以上的狗,正静悄悄在银色月光下散步, 这回我一眼看出,这集体散步的性质,和传种接待有关, 如风如雨之声,竟是狗们的脚步,灿烂的星月之光下, 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,信来的无声加入,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, 先三五成群,磨尖接种,剑尖而并撕磨,成对成双, 整个队伍首尾相弦,四漫无目的,细细推敲, 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远舞,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, 愉快而激动,他们的步子始终镇定,队伍始终有秩序, 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,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, 哭向舞台上的步景,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, 狗闻斗面鹿庄严进入冥想,虽与我隔山相望, 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,不可知的世界里, 我被深深震撼,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,飞越日月星辰,飞越五湖四海, 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, 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,纯粹的人,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, 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,正在发情的狗, 使我惊异莫名,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, 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, 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, 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, 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艺术品,或者美丽的下人的自然风光, 最使我惊奇的是,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, 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, 我相信,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, 拆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, 像我首次昭示庄严, 直到今天,我,想起这个夜晚, 想起如昼月光下,目光如炬的狗群, 就禁不住猴头发紧, 汗毛倒树, 就进入一种不能自尽的对大自然的崇拜, 我和狗斗争人神, 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食物碰撞的声音, 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, 发现了狗们的行动, 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, 受了惊扰的狗群, 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, 不知他们是换了地方, 还是真的被人们驱散, 一直到天亮, 私下里老有狗, 在隐隐地叫, 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, 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, 当然也没有人出来, 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, 我非常想问问, 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形式, 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洞干戈的人, 为什么要将他们驱散, 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, 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, 成熟的守口如瓶, 时间长了, 对这类事儿, 我也没了问的兴趣, 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猛动, 而是许多东西都在猛动的春末下出, 我见到太多出生们的类似形式, 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, 所谓司空见惯事业, 又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一样, 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, 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, 站在母鸡身上熊啾啾的大公鸡, 着实受了惊吓, 落荒而去, 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, 很为自己的举止, 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,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, 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, 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渊北辙, 相差千里, 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饮娃娃, 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, 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, 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, 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, 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下厨的故事, 就失去线索了, 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, 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, 有一天我带他们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, 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, 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, 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再做这样的事, 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, 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, 显然对他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, 好在农村小孩子贯穿的开档库, 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骑马的哑观, 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, 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, 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, 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, 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,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, 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, 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, 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黏糊糊的表情问, 娃娃, 夜里你妈在上面, 还是你大在上面, 对他们问完后, 满脸的得意和愉悦, 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, 而镇静的开口就骂, 和尚, 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的多, 这时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, 村里的成年夫妇, 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世而居, 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, 从即是起就而如目染, 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, 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, 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, 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, 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模仿, 不久, 传来一个坏消息, 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, 还难受万分, 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, 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, 他和外校的一个男生, 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, 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, 亲亲嘴的事情, 但不知道为什么, 就闹得沸沸扬扬, 不晓得哪一级领导, 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心动向抓了点形, 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, 骗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, 竟然以为拉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, 懵懵懂懂就说那男生和他发生了肉体关系, 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, 给当作流氓抓到县大狱里,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, 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 我想同样的问题, 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, 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, 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, 秋天的时候, 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, 是在一个较里加湾的地方修水电站, 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, 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, 原来和这些婆衣女子睡一条亢, 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, 我很快发现, 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, 他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, 开始不安分, 我原以为他们在聊天或讲故事, 后来发现他们不止动口还动手,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, 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, 又是双性恋, 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, 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, 有人把这件事办通不通的汇报上去, 说有人搞流氓活动, 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, 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, 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, 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, 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, 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, 再说都是女人, 耍什么流氓, 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之亲, 别嫩的要出水, 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, 听了我的话, 碎修的满脸通红, 无言而去,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, 很坚决的换了一个摇动柱, 而且对那些女人说, 她们必须收敛, 必须逼人, 她们故意装糊涂, 灭斜着眼睛问我, 咋了? 我强硬地说, 不咋, 畜生可以不逼人, 你们得逼, 说这话的时候, 我觉得自己成熟的, 简直像她们的妈, 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, 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, 打转转而的时候, 我赶紧拔脚而去, 春末夏初, 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, 当我穿行其中, 终于走完, 这个季节的时候, 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, 我的精神世界, 不再洁白如雪, 但我却更加镇定, 老练和有力量, 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, 更加失忆地生活在大地上, 但是三十年过去了, 无论怎样镇定或者失忆, 我至今没有勇气, 再回杨家湾,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, 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瓦, 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, 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, 甚至没有权利, 再在三瓦的面前提起, 她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, 她只应该在那里, 永远不愈合, 永远疼痛, 深夜醒来, 我又常常暗自庆幸, 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, 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, 当我纯洁, 或者说智力有障碍的时候, 我像魔鬼一样伤害别人, 现在我有了一颗平常心, 成熟的像人家的吗, 受益的却只是自己, 还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吗, 在那遥远的地方, 有四个好汉子, 虽忍痛说出豪言壮语, 信却为深沉的失望所苦, 米尔顿, 施乐园, 据说黄土高原,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, 但杨家湾一代的人, 大都只有三四代在这里定居的历史, 心问问, 大家都是上头下来的, 所谓上头, 就是隋德, 米知, 嘉县, 榆林一带, 靠近长城边, 与陕西中部的八百里秦川比较, 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并不适宜居住, 听说在汉朝以前, 这里的绵绵黄土, 还是由这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盖着, 15英寸等雨线经过陕西最北部, 也就是黄土高原的最北部, 将北方的游牧民族, 与中原的古老农业文明在这里划分开来, 其使黄鬼使神差地沿这条线修起了长城, 这样, 长城脚下就有了戍边的军人, 年身日久, 这些为皇帝和朝廷守边疆的人, 在这里落地生根, 翻艳后代, 他们不仅凭借长城, 将飘汉的北方游牧民族, 阻隔在茅巫塑沙漠和阴山之间, 更在生产生活和通商贸易中, 使个民族间的文化和人种在这里交汇融合。 与此同时, 东部的黄河江中原与这块土地相对隔离, 使它的风土人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, 融合了更多来自西北伊域的品质和风格。 这股西北来风, 在吹入黄土高原之前, 就已经是一种混合体, 它起于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马上生活, 携带着旭武兴山, 在遭到长城的阻隔之后, 便沿长城西去, 遥远的地中海波涛, 使这股西北来风湿润温柔, 流连往返, 但最终, 它还是回过头来, 沿和平的丝绸之路, 经新疆, 宁夏, 甘肃一路低音浅畅再回到黄土高原, 以我浅薄的文史知识, 我相信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, 第一次听闪北民歌《兰花花》的时候, 我曾被特别的震撼过, 第一段歌词比较平稳和熟悉, 乌姑里那个田苗子, 手上高粱高, 三十一省的女儿幽, 就属兰花花好, 正月里说梅二月里定, 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还, 兰花花下轿来东望西照, 瞧见周家的猴老子, 好像一座坟, 接下来说, 兰花花有个秦哥哥, 没嫁成秦哥哥, 嫁了个害劳病的人, 婚姻不如意, 当然满怀幽怨, 去掉难免凄凉委婉, 没想到这以后, 原来还在人们尝试和意料之中的气腕情绪, 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 这个三十一省最好的女子兰花花, 隔山喉喊给秦哥哥的, 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蓄谋杀人计划, 现在饭食里, 下毒毒死公公, 再亲手杀死丈夫, 不仅如此, 兰花花在接下来的歌词里, 幻想自己已经得了手, 她咬牙切齿地对自己丈夫唱道, 叫你死来你就死, 你前赏死, 后伤我个家包包, 跟上秦哥哥走, 如此理直气壮的婚外恋, 如此惊心动魄的杀人欲谋, 如此这般大声大气的喉喊出来, 显见和非礼物是, 非礼物听的中原儒家文化联系甚少, 杨家湾有四兄弟, 大汉、二汉、三汉和四汉, 四兄弟都身材魁梧, 高额头大眼睛, 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, 杨家湾的男人好看, 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, 我老想, 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, 更说不定他们的外馆里, 真的留着匈奴缠鱼, 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, 回虎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儿的血呢, 没想到, 这种历史遐想中的浪漫色彩,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丧失殆尽, 坠以后的很长时期, 我陷在一种悲观主义中,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, 延长这地方历史上就出石油和煤炭, 中国的第一口石油井就打在这里, 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, 而是倒油矿上当工人, 就是最体面的人物, 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,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, 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, 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, 问其怎样打死人的, 没有人能说得清, 但是只要谈起大汉, 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, 大汉,那人能行, 惨得很厉, 这个残忍, 残酷的惨字用在这里, 并不如字面上只有贬义, 而是说到做到, 果断坚定, 大义凛然的意思, 他领几十号人, 胳膊上都系红带带, 手里提根棍, 油罐车顶上坐满, 在这川里面呼隆隆上去, 呼隆隆下来, 微风的不能, 只有他大, 爸, 他妈提起他叹气, 说是不如当初在窑里受苦, 二汉有病, 年轻轻的不知怎样, 就得了慢性肝炎, 他的面孔总是蜡黄, 但是病中的英俊男子, 似乎更让人动侧瘾之心, 每次见到他, 我都想起, 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寿难英雄, 比如病观索杨雄, 或者病大宠什么的, 他常蹲在自家键盘上, 默默瞭望远山, 时间长到我开始幻想, 二汉早晚绘画成一尊雕像, 这雕像可以命名倔强, 也可以命名勿望, 每逢我沉入冥想的时候, 二汉往往很配合我, 他一动不动地蹲着, 只有两只眼睛犀利有神, 使我觉得对面山上的黄土, 已经被他的眼睛挖出了一对又一对的窟窿, 他有文化, 现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, 听说是很不错的教师, 很努力, 有希望转成工办教师来的, 后来得了病, 就只好收拾行李回村来, 他病, 自然和我们一起, 上山受苦的时候不多, 架上他带人冷淡而高傲, 笑容和话都少, 有一次他病得厉害, 我屑不止, 家人一大早张罗着, 往公社医院送, 三汉和四汉, 慌慌地套了旅车, 从窑洞里把他抱出来, 二汉的肚子又大又圆, 涨满了水, 已经走不了路, 但是神志很清醒, 他对哭哭啼啼的婆姨, 立声说, 哭甚理, 悄悄儿, 婆姨面无人色地住了声, 他大他妈慌慌张张跑来, 两人心急气短, 哆嗦地话不成声, 围在近旁的兄弟子侄, 嫂子, 弟媳妇们虽然有一大堆, 但一个个方寸大乱, 二汉的脸上只管淡淡的, 眼睛里干燥五光, 一头乱发, 被有出的血凝柱, 像个扁平的帽壳, 奇怪地戴在头上, 看他的肤色, 也已经像黄土一样, 松散黯淡, 那样子竟一时身心俱死, 谁也没想到, 他的病情还会好转, 三几日, 二汉又回到村里, 又蹲在自家键盘上, 遥望远山, 只是大家这回都知道, 他得了肝上的病, 传染, 所以他的日子更冷静些, 有一天傍晚, 我路过他家, 渊渊看见他, 又蹲在键盘上, 正在我琢磨今天这个姿势应该叫倔强, 还是无望的时候, 我听见他婆姨, 在窑里喊他进去吃饭, 他明明听见了, 就是不作声, 一会儿, 暮色中一个男娃, 磨磨蹭蹭走进他, 灭如故亲地秧告着, 大, 回摇, 吃饭, 二汉抱住那小身影, 用自己的衣服紧紧裹住他, 两个身影变成了一个, 父子两个都不作声, 婆姨也没声响, 连烧火的风箱也停了, 妖里摇外一片寂静, 我心里一阵难过, 为这婆姨娃娃将来的武靠, 更为这无耻高汉子现在的无奈, 但不知怎么一来, 我在难过中又有了一种欢快, 和二汉比较, 我觉得自己从哪方面来说, 都是一个太走运的人, 虽然我知道, 看人家受苦时这样想实在不怎么样, 但我就是没办法不这样想, 先为自己原来的不知足, 而出了一身冷汗, 又用于自己的幸运, 高兴得出了一身热汗, 寒热往来的, 第二天竟然抱病不起床, 自己给自己免出一天功, 懒懒地躺在炕上时, 我又想到二汉一向的冷漠和高傲, 而且觉得他这种态度很对头, 因为一千个见过二汉的人, 一定有千个像我这样, 在怜悯之外更多是庆幸, 二汉难道不应该对报有这种想法的人, 表示亲密和决绝吗? 细细想来, 我也许是从那个懒懒地躺在炕上的时刻起, 下决心不管今后碰到什么事情, 绝不抱怨命运对我不公, 因为用这种庆幸的自私心理, 分析了二汉处境, 才叫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, 二汉的婆姨高个子, 是个爽快俐落, 干净大方的人, 我曾经满怀同情地问他, 二汉这么年轻就病得这样子, 你熬间不? 他想了想, 对我说, 爸, 就是不的意思, 我又问, 咋不熬间里? 他回答得更快, 因为胸有成竹, 所以还是一个雄变的反文句, 哪辈子没有这样人呢? 我小小地吃了一惊, 没想到一个陕北乡下女子, 能够从这样横贯古今, 俯视人生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命运, 我一时很为二汉欣慰, 他婆姨有如此坚定的信念, 他应算是终身有靠了,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, 见状挺拔, 筋骨匀衬, 面孔稍显离黑, 但肤色油亮, 他一笑就露出虎牙, 由于他太爱笑, 我很容易地发现, 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, 洁白整齐的牙齿, 这年春旱, 一冬天雪少, 立了春, 又是一点一滴的雨雪没落, 快到播种的时候, 地里干得冒烟, 干得冒烟并不是一个比喻, 而是一阵风来, 把田里的黄尘刮起, 真的冒起一阵黄烟儿, 我们这时候, 已经很有点劳动人民的感情, 真为拨不下种子, 或者耽误了农食而发愁, 可村里其他人, 好像都没有我们支持青年仇的厉害, 他们每天照常上山, 去离那些冒烟儿的地, 眼见的节气就剩两三天了, 村里人还是照样, 我沉不住气, 很想找人问问, 这几天上山受苦, 我和一头牛分给三汉, 我牵牛, 牛拉梨, 三汉赶牛和我, 另一天冒烟儿的地, 三汉挣十二分, 是最好的劳力, 才能挣得最高分, 牛挣一顿草料, 和两把黑豆, 我挣三汉的一半不到, 四分半, 我们三个当时, 一定都觉得挺公平, 因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, 谢谢儿的时候, 我问三汉老不下雨怎么办, 他露出一对虎牙, 暧昧地笑着说, 他下呀, 他下呀, 这个他显然是指老天爷吧, 可三汉怎么知道, 老天爷下不下雨呢, 再问也问不出第二句话来, 这天夜里, 当真就下了一场透透而登雨, 第二天起, 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滚打, 把种子全种下了地, 等喘过气而来, 我又去问三汉, 你咋知道会下雨, 他一下没明白, 问我, 我咋知道会下雨, 我说, 你说他下呀, 他下呀, 他咋果然就下了呢, 这回三汉听明白了, 虎牙又露出来, 红着脸说, 求实力, 我知道个求实力, 我只知道老天爷, 不能把人往死里握握, 他不下咋, 他得下力吗, 我为三汉这超级智慧, 耳目瞪口呆, 一时有优点而拿不准, 这到底是不是智慧, 就像我后来又有点而拿不准, 二汉婆一说哪辈子没有这样人的时候, 到底是信念坚定, 还是痛苦太多以后的麻木一样, 但有一点我会议出来了, 乐天之命是一种品质, 是生产方式落后, 和命运悲惨的人们的特征, 渊源流长的中华文化中, 这种东西最有利于安定团结, 中国老百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, 最热爱和平的人民, 天天在山上受苦, 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最难受的苦, 三汉说是, 福天在川里储最后一茶玉米, 因为川里本来没有山上风凉, 又是一年中的最热季节, 一人高的玉米, 像一顶密不透风的杖子, 玉米羊的花落在身上, 出汉时特别刺养难耐, 四汉却说是寿秋, 因为要往辽里汉, 山北人将丹、扛、背, 托总称为一个汉字是有道理的, 因为没有大牲口, 毛驴车也舍不得用, 我们这地方一年收下来的所有粮食, 粮、卖、书、 鼠都要凭一条绳子和人的肩膀往回运, 山斗路远, 运粮食的具体姿势常常多变, 所以律取丹扛背托的分类, 总称为汉, 因为不拘小节的带回来, 是很省事又准确传神的, 三汉和四汉一开始各执己见, 后来我注意到, 四汉名嘴不作声了, 看样子是习惯让着三汉的, 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, 是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, 秋后听说家里给四汉说亲了, 四汉不愿意, 因为开始征兵了, 四汉想去当兵, 三汉是民兵连长, 当然也给弟弟使劲了, 但是不知为什么杨家温一个青年也没当上兵, 三汉和四汉那一段垂头丧气的, 村里少了许多笑闹声, 四汉不久结婚了, 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, 四汉结婚时, 我们只是青年都去串门, 那天四汉脸上冷冷的, 我先不知道为什么, 后来我们知情中, 有一个人说了一些要扎根农村, 好好接受, 贫下中农在教育的话, 四汉听了, 竟然激动地红了脸, 我不喜欢讲话那人, 也不喜欢他讲的这番话, 此时看四汉的神色, 就幸灾乐祸地凑上去问, 咋, 说得不对, 四汉说, 说得对, 可说这些管慎里, 迟早你们试个走, 甚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里, 我碰了一笔子灰, 没有再说什么, 当时我虽然不喜欢, 有人来不来就念扎根经, 但也确实没有想到走, 我好像在潜意识里, 已经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安排, 并且把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, 当成今后的革命目标, 所以对四汉的说法, 也不以为然, 认为是他没有当上兵, 心里不高兴, 所以改变了往日忠厚老实, 与人无争的秉性, 可是不知怎么, 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汉发火的事情, 收获的季节, 我们从山上和骨子回来, 一条手指粗的绳子的中间部分, 用来捆骨子, 两头剩余部分, 挽成两个圈圈, 靠近人的肩膀, 使骨子和人连成一体, 或者说是, 让骨子长上两条人腿, 人和骨子一同走回家, 山高路远, 进村的时候, 天已经擦黑, 多多, 毛毛和我以及三孔骨子, 走到场面的时候, 我发现多多开始, 以一种怪里怪气的姿势, 晃动肩膀, 我愣了一下, 随即明白她是没有力气, 把肩膀从圈圈里挣脱出来了, 我想上前帮她一把, 但是发现自己双手和双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动, 毛毛一定也和我们处在相同的境地, 因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, 好容易才从那一大捆骨子中脱身, 我和多多恍然大悟, 嘻嘻哈哈正准备照章办理, 只听着背后有人凶巴巴地说, 操心, 闪了腰, 我和多多肩上同时伸过一双手, 每只手一边使了一点向上提的进而, 那点而进, 别提多何时多妥贴了, 使我和多多一起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, 显然千斤不是事实而只是比喻, 帮忙的是四汉, 我们想道谢, 只听得四汉更凶狠地说, 瞎求使闹, 一群女子, 喝苦来受这苦, 说完, 自管自走掉了, 天已经黑, 看不清四汉的表情, 但她的口气, 简直要把我们一口吃掉, 真不知道她的火气从何而来, 这里是贫困的地方, 土地贫瘠, 单位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两百斤, 现在每个百十人的村子里, 天空来了十几号大男大女, 我第一次想到, 也许这里的人并不欢迎我们, 看样子不管我们怎样想, 怎样说, 在他们眼里,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回事, 这年冬天, 大汉也从监狱里放回来, 说是宝外就医, 因是戴罪之人, 大汉很少走下自家的键盘, 渊渊地望着大家, 他果然是一脸刚毅, 神情中有一种优越和隔膜, 大概不是因为打死过人, 而是曾经拥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吧, 大年初一早上, 四兄弟齐刷刷从村中走过, 大约是给父母拜年, 走到与我们知情摇动一钩之隔的, 他们父母摇跟前, 他们大出来赢, 我才发现四兄弟的父亲并不太老, 虽然腰微微地弯了, 但仍然是个健壮男人, 这汉子脸上现出感动的样子, 一家人大约很难这样凑在一起, 五个愧违男人站在村子里, 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凶魂之气, 四周的山都挨小了许多似的, 我正在这样看着他们时, 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, 我对自己说, 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回头看我, 我从此把他们当亲戚, 或者可以信任的人, 把杨家湾当亲戚, 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, 如果没有人回头, 就从此经水不犯河水, 熄灭自已进入杨家湾人生活的念头, 我敢肯定, 他们感到了我的目光, 但从始至终, 没有人回头,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悲观和虚无, 无论对别人接受在教育的哗众取宠, 还是对自己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真诚, 都大感失望, 异度高强升起在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, 身处其中的杨家湾, 一下子遥远的只渴望而不可及, 轻易地可以随风而去, 听说杨家湾现在已经很富了, 那整条川地底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, 油矿打井, 付给农民许多钱, 农民拿了钱, 没了地, 所以许多人已经不种地了, 我听到这个消息, 以后做了一个梦, 梦见我们当年被玉米花子闹得心烦意乱的地方, 现在都树立着采有树了, 四汉说过, 迟早你们试个走, 他说对了, 当年的知识青年中,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, 梦里我没有见到四个汉子, 实际上我似经济不太清他们的样子, 但我当然是应该梦见他们的, 当年他们像商量好的似的, 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, 对我是太大的恩惠, 至少使我知道, 井水和水确实是不一样的水,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, 有难以测量的距离, 使我在热情狂热的革命年代, 少走了许多弯路, 杨家湾, 你为何始终这样轻盈遥远, 四好汉, 你们的儿子孙子, 现在还像你们一样, 相离开这个遥远的村庄吗?